欢迎快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注国际财经讯息 连锁素食业巨人麦当劳宣布 跟进沃尔玛调新的脚步 为美国直营店约9万名的员工来加薪 实行调升超过10% 进一步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头 美国素食业龙头麦当劳 跟进零售企业沃尔玛百货的脚步 宣布要在新月为美国1500家直营店 9万名员工加薪 实行至少高于当地最低薪资1美元 至于台湾门市 相关人员表示已经在评估当中 我们会持续观察跟评估 就像后期台湾门市评估当中 对 是 不过这些加薪的直营餐厅 只占美国麦当劳门市总数的一成左右 也就是说其余1.3万家 有9成的麦当劳门市员工 没有加薪引发外界批评与质疑 值得关注的是 在宣布加薪的同时 麦当劳销售量也持续下降 麦当劳股价周三下跌1.2% 为96.29美元 美国指标企业相继加薪 华尔街日报指出 有机会带动薪资全面调升 益助消费支出 为经济复苏加厉 新浩人亚在电视物疫情 徐亦凡 台湾台北报导